蛋炒饭到底是先炒蛋,还是先炒饭,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教你正确的做法,保证你做出来,比饭店的还好吃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碗,昨天吃剩的米饭 然后用手轻轻抓一抓,把成坨的米饭抓散 抓散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土豆 先把它切成粗粗的细丝,再改刀切成土豆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再改刀切成粗条 最后,给它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葱 改刀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倒入一碗清水,大火烧开 再把土豆丁和胡萝卜丁倒进来焯一下水 焯水一分钟左右,再把它捞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土豆丁和胡萝卜丁倒进来翻炒 加入一小勺盐 一点点胡椒粉调味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好之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再把蛋黄取出来 装入另外一个小碗中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黄搅散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把鸡蛋黄慢慢地倒入米饭里面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一层蛋黄液 像这样就可以了 看起来,金黄金黄的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锅中加入少许油 油热之后把米饭倒进来 这时候不要翻炒 用铲子,像这样压一压 把它压平整 压成一个大饼 压平之后再转小火 煎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之后再给它翻个面 然后再用铲子压一压 把它压平整 铺平之后再把鸡蛋黄慢慢倒进来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炒至鸡蛋黄凝固 开小火慢慢炒 大火炒,容易炒糊 多炒一会 炒至鸡蛋黄完全凝固 这样炒出来的 鸡蛋和米饭不会成坨 而且炒出来的米饭 金黄金黄的 粒粒分明 非常的漂亮 炒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刚刚炒好的配菜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啊,这也太香了 颜色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个简简单单 香喷喷的蛋炒饭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蛋炒饭 好看又好吃 各种蔬菜和鸡蛋搭配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蛋炒饭学会这样做 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